香港海关9月14日照开记者会表示 在9月10日采取的代号猎影的执法行动中 成功侦破香港历来最大的一宗洗黑钱案件 行动中捕获6人 年龄介乎25至62岁 其中5人属同一家庭 另一名为本地找换店持牌人 香港海关于本次行动中 减获多部手机、支票簿、月节单等 涉案金额高达30亿港元 在那6名的庇护人士里面 其中有5名是来自一个家庭 而我们怀疑这个家庭 自2018年开始 他们先后开设了超过100个个人的银行账户 合同处理了超过30亿港元 不明耐力的本项 而当中有1亿7千万 这个大约交易是来自一间酒店铁人 我们也都即时安排 冻结了双方人士 被务人士的合同3千万的资产 包括1千5百万的民同权本 以后两个物业 分别是700万和800万 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 财富调查科监督邓会言 介绍案件细节时表示 本次案件中涉及家庭 银行公司等多个渠道违法洗钱 属于点心手法 他们在过去两年 有多过6千宗的大约交易 而是他们的交易 每一个家庭都是相应的 他们的手法 那些来源 资金的来源 是来自刚才都说过了 我们初步调查里面 都知道是来自很多不同的第三者 不同的公司 是跟他们这个家庭 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公司我们看过 大部分都是一些空白公司 那些钱入了来之后 又经过他们的户口 是互相银网 互相过户 那之后就在很短时间里面 就去提走 提走也都是去给其他不同的人 第三者 也都有些是不知名的公司 还有都是一些律师楼的 这些是一些很典型的 洗黑钱的手法 目前涉案人员已获保释 有关找换店的牌照已被吊销 给你感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